国际医疗高峰论坛 现代开始 每一大的一个中央医生 每一大自治理生 每一大目前在整个区域的教育 医疗的部分也朝着这个大方向 每一目前在台湾医生 2020年 全世界第367 医师协会办了第六次的 国际医疗高峰论坛的研讨会 医师协会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 我们每半年会带你去做国际研讨会 那这是我今天到这边拿包装的 我刚刚把人生第一次的医疗 因为它是多种器官的影响 这个读动已经是多种器官的 然后再加上一种 因为它是多种器官的游戏 然后再加上小的医疗 然后再加上一种 我们每一段读炒的医疗 我们每一段读造的医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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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知道自己的医疗 通知不合理和我们的家人 西元 中学的大学 我们的家人 好,再来知道 运气 不晕犯法 你不晓得 你不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 所以我们 不晓得 就лось遥到 现在有些人 大学在 他給我畫的畫 所以 又會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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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剛不見了 是嗎 是 是 是